聊天室不要鬧好棒喔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大家好 我是阿菜 有沒有很特別呢 我竟然是躺著 來錄這支影片的 因為我剛起床 然後呢我現在在我的隔離飯店裡面 這次的隔離飯店 我...嗯嗯...我有穿衣服 這次的隔離飯店跟上次我回香港完全不一樣 因為上次是政府的安排 然後這次是我必定的喔 我一進房間的時候就有先拍了一小段 先帶大家導覽一下我的隔離飯店 我們進來就是我房間還有微波爐 這次不愧是自己訂的飯店呢 來 給自己一個掌聲 OMG 竟然可以看得到外面 還有新花 怎麼那麼好 天啊 難道是愛慕者嗎 沒想到一來到香港就有許多的愛慕者了 謝謝大家 然後這邊是我的浴室 天啊 竟然還可以選餐點 我真的太驚訝了 所以今天呢要來帶大家看說 在香港飯店隔離都吃什麼 請容許我先換一件衣服 要不然穿這樣露實在是太鬧了 好啦 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穿的就是一個 可愛 甜心 小睡衣 糖果般的小睡衣好嗎 然後這次我並沒有帶那個 相機回來 我會等團隊到這邊之後呢 才會用相機開拍 所以畫著大家就只好不要介意囉 好啦 我們已經換完衣服了 雖然不是甚好 就是穿了一個類似有一點阿嬤的碎花裙 但你們不要想看這個碎花裙 其實穿起來是非常漂亮的 OK 來 讓我來跟大家走個秀 有沒有 首先 在進入主題之前呢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做華航呢 空姐們還特別送了我東西 來 跟大家一一分享 這些呢 就是空姐們 很擔心我在隔離飯店肚子餓 然後送我吃的餅乾 然後還有一個鉛筆盒 很可愛吧 然後他們說這個破格牌是新的喔 你看 專屬他們才有的 所以呢 我打算呢 就是拿來 抽給下面留言的同學們 然後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遊戲台 遊戲非常重要 一定要有一個地方可以打遊戲的 然後這個筆電呢 超級棒 吃很高的CPU 或者是顯卡的話呢 這個筆電 完全不會過熱 OK ROG 好 我很訝異 它竟然有這個 menu 你看 它的 menu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 早餐 午餐 晚餐 重點是 每一餐呢 都有四個選項可以選 像早餐啊 它就什麼 環球早餐 亞洲早餐 素食早餐 歐陸式早餐 甚至啊 我那天到呢 剛好是吃 我是禮拜二到的 烤大蝦 配龍蝦 忌廉汁 然後還有 義粉 義粉就是義大利麵的意思啦 然後每天 它都有不同的餐點 基本上的歐陸式早餐 它的不同點 我這邊 很簡單的跟你們講 例如說 像阿根廷啊 或是在歐洲 非常多的地方 他們的早餐非常簡單 早餐一定會是一個 那個牛角麵包 然後加上一杯咖啡 像你看到的培根啊 那些就算是美式早餐 或是環球早餐 歐洲人基本上 他們第一餐呢 都是比較清淡的 他們看到油膩的東西 就會覺得受不了 如果看到我早餐要吃培根啊 他們就會傻眼 他們會說 這個這麼早 你怎麼吃得下去 所以這是有習慣的問題 好 在這邊就跟大家講說 歐陸式早餐 跟美式早餐的差別在哪裡啦 OK 我們第一餐已經來了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我們第一餐是什麼 來囉 香菇碎肉粥 配日式豬肉餃子及蘿蔔糕 水果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其實看起來是還不錯 味道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這蘿蔔看起來就沒有很好吃 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有點大耶 蘿蔔糕不是就應該要鬆一點嗎 先來吃一下我們的粥 沒有味道 再吃看看蘿蔔糕 其實蘿蔔糕還不錯耶 蘿蔔粿粿的感覺 但是味道是好的 在香港呢 基本上青菜都是不切的 不像我們台灣會切 那有時候就會這樣子 有點難以下咽 因為有點腸 我都覺得我剛剛被生喉嚨了 好的 我們的早餐呢 可能 沒關係 因為我們起來了也比較晚一點 所以我們就等午餐好了 午餐應該會比較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真的是關掉的狀態 因為實在太冷了 我跟你們說 這真的很扯 21度 我譬如說把它調到25度呢 然後它跑了不知道幾個小時之後 它還是會在21度 根本不會動 所以我決定把它關掉 好 我們先戴上家良型口罩 好 OK 安全 可以出去了 這個午餐呢 就是有 鱈魚加上面 然後加上一些蔬菜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鱈魚 味道是不錯的 可以 很像健康餐的味道 鱈魚是很好吃的耶 完全不老 而且還有那種 嫩感很夠 有一種 五星級飯店的感覺 它的番茄太酸了 如果你連續這樣吃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受不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西多士 然後旁邊的奶油 就是超級罪惡的 然後呢 噔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 你看它這個燒額油亮的程度 然後一定要加一個鹹蛋 我最喜歡的 然後菜依舊是 好生喉嚨啊 非常粗 非常長喔 它的燒辣應該是在旁邊 等一下我翻開來給大家看 尋找燒辣 把這個拿開 這有點肥耶 這加起來有點肥 燒辣 再加上燒鵝 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差不多六點半七點 可能會送晚餐 可是我現在就是已經覺得有點太餓了 然後送晚餐 我不知道它會送什麼東西給我 所以我就先點 那這個東西呢 我吃不完 我還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重點是 我這次的飯店 有微波爐 非常的方便 那在香港呢 微波爐很特別 就是 他們說 欸你這個東西 要不要放到微波爐裡面 去微波一下 但是呢 在香港 他們會說 欸你要不要把東西 拿去叮一下 因為微波爐不是 好的時候會有叮一聲嗎 所以我們微波爐呢 也會叫叮 你那個叮一下 叮一下叮一下 就是這個意思 嗯 Oh my God 還是很好吃耶 而且你看它裡面的花生醬 嗯 就是這個味道 我要哭了 超級滿足的 希望我教練呢 看到今天不會罵我 因為我知道 就這麼一天的放縱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平常呢 都有運動的話 你看我的鎖骨 還是很明顯啊 各位 OK 沒關係 說服自己 兩年沒吃到了 一咬下去 那個蜂糖跟奶油的味道 爆開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呢 第二層就是花生醬的味道 花生醬整個融入在那個裡面 天啊 那整個味蕾跟吃起來層次感 都是不一樣的 嗯 這真的是 吃一口 就完全停不下來 我拌感覺好像有點飽 這好像可以放到晚上再吃耶 先吃個幾口好了 這個燒鵝 哦 這燒鵝 燒鵝看起來 很棒 油亮 肥美 嗯 嗯 這一間的燒鵝 還好 它的叉燒也還好 味道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部位沒有到很好 就比較偏肥 但是它的那個飯量是很足夠 所以喜歡吃飯的朋友們 會覺得很開心 吃播Youtuber 我到底能不能當呢 我到底能不能當呢 可以的話 如果我打個 沒問題 在下面 留言給我 不可以的話 幫我打個 阿菜你還是算了吧 就是很多 台灣朋友就是問我說 欸為什麼你就要拿叉子 或拿筷子 欸這個我是有講過嗎 我永遠忘記了耶 因為其實 像我身邊的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或印尼的朋友 除了吃就是 中式餐點 我所謂的中式餐點是 譬如說像台菜或什麼之類的 會拿筷子 但很多很多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用叉子跟湯匙 就叉子跟湯匙來 對他們來說是 怎麼講 就大家比較 會用的 就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朋友 然後還有印尼的朋友 如果你們看的話也可以 欸告訴大家一下 至少我身邊的 馬來西亞朋友 就喜歡用湯匙跟 叉子比較多 OK好了 我覺得我已經 進到我西多士吃完的 然後這個吃快完 但因為它太肥了 所以就差不多這樣子 我覺得 我晚上應該是吃不下 這就當我的晚餐好了 不過一樣 我還是會拍 他們送過來的晚餐 給大家看 欸等一下欸 我們剛剛吃了太開心了 完全忘記它有湯在這邊 我趕快來先喝一口 它今天的那個 今日本日湯是什麼 很清甜 非常清甜 感覺是去濕熱的那種感覺 除了西多士這個不能講 因為那個是有情華以外 我覺得它的湯 第一名 第一名 今天 三個東西裡面 非常出色的 湯真的很好喝 OK 這就是我們的晚餐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一下 我們的晚餐囉 打不開 我就一隻手 這跟男生 單手 接女生 內衣的 感覺是一樣的嗎 喔 這就是我們的 星舟草米 你看 一樣 這個青菜油原就是最大把的 然後星舟草米 看一下 感覺有一點乾的感覺 雖然我們非常飽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吃一口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來吧 它真的看起來頗乾耶 它米粉味道很好耶 味道真的是不錯的 給它一個讚 這家酒店叫做 Lansom Palace Cosway Bay 我住在銅鑼灣 我覺得這家酒店的餐點 真的是蠻不錯的 然後房間又很舒服 可能價格會稍微高 比其他地方高一些些 我剛發現一件非常慘的事情 就是 我剛不是吃完那一餐嗎 然後我這件衣服就有一點緊嘛 從這個地板上爬起來的時候 就咔嗒一聲 但我發現 我的衣服一直炸裂耶 你看那個西多士多厲害 吃完那個西多士 衣服直接 欸 什麼 MENCHIKAZU的表情 都變成了 炸裂耶有沒有 這邊直接爆開耶 鄉城戚風蛋糕 沒關係啊 我們再做運動做回來就好了 我們來吃一口它的甜點 到底他好不好吃 感覺它是 不像蛋糕感覺它片慕斯比較多 飛機上的甜點 而且過甜超級甜的 好啦OK 明天中午呢 我就可以check out啦 我就是自由之聲了 哎呦破掉 我就是自由之聲了 一天防疫旅館的餐點就到這邊啦 好不好 那希望出去之後呢 講得好像我去坐牢還是怎樣 那希望出去之後呢 我可以介紹一些 我很想吃的東西啊 然後拍一些Vlog給大家看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 那我就到這邊囉 掰掰 這麼好的頻道 是不是該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然後呢 把影片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吃美食 跟旅遊的小PB 我跟你講 全部靠我了 影片 也請 是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